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写出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天安门屠杀》 那他作为第三者 在二十四年前 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背景之下 他说了一个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 我是个人啊 我是人 而就在他拿出这本书之前 他拍了一段视频 小骨头上的女人 针对这件事情 在那天采访时 我同样请教了杜斌先生 那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 杜斌先生是怎么说的 因为这本书汇聚了24年来 我所能搜集到的目击者 见证者 以及就所有能找到的 我都已经都看了一下 我觉得一两百万字是不成问题 我是会被主要的看 我觉得编辑这本书把我累坏了 但是还是比较开心 就是现在就说 要开心的就说 就说这本书终于如愿出版 出版以后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这是我做过的 叫这么一个名字 可能中共会觉得冒犯他了 因为他一直想努力的回避开天安门屠杀 天安门广场发生过屠杀的事情 他一直想回避 我觉得这本编辑的这本书 用这些亲历者目击者 以及掌权者的这些留下的这些文字 来编辑出这些东西来 他就是天安门屠杀 如果他不叫天安门屠杀 他就不会有名字 他就不会有第二个名字了 这就是真正的天安门屠杀 还有就是当时参与 这个清场的这个士兵 他们写的一些东西 我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 他们在六四的早晨 在广场上就亲眼见到了 血肉模糊的女学生的身体 当时我在纽约时报工作的时候 我们采访了这个士兵 就问他 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 他说他想了一下 说有没有死人 我没看见 后来我知道 应该是在2012年6月份 我知道 他告诉了别人 别人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就说出来了 就是他看见了 但就别的不说 他作为一个 一个清朝的人 他肯定说的不会是假话 这种事件 他也不会去编造 您提到这点呢 其实我自己也有蛮深刻的 记忆的一个一件事情 就是在 大概应该是6月5号 是6月6号 北京电视台报道 在新闻的节目当中 当时呢 他用了一个词 就北京惯用的词 他讲说 天安门广场没放一枪 没放一枪 放两枪 也叫没放一枪 放一千枪 也叫没放一枪 这是中国人 这是北京人在描述 相关事情的时候 可能是在残酷的 这种环境之下 所特有的一种 北京人的文化 而他在讲这件事情 在正经八百说 天安门广场 没放一枪的 这样的新闻词的时候 他的镜头 整个当时新闻片的镜头 位置是在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层 然后第二层的花岗岩上 他把整个镜头往里推 zoom in 我非常清楚的是这么大一个枪牙 这么大一个枪牙 把整个石头打碎了 打成一个弧形的弯状的坑 他的解说词就是说 天安门广场 没放一枪 这就是我自己当时到现在 记得非常清楚 对对对 当时好像我不记得了 是哪位外国记者 好像是CNN 还是哪一个电视台的记者 说就中国政府 把这个事情 六四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 就带着这些外国记者去参观 参观天安门广场 说这个没有开箱 好像就说 说这个一个一个记者 一个记者的带的是 手上带的一个一个 一个叫 就是一个手链之类的 还是什么东西 就突然 他碎了 掉了一地 掉了一地 说你看看 这个谎言的力量有多大 说我的手链 那个竹子都掉 都掉了 那这件事情发展到今天 我觉得您自己的所作所为 应该说给相当多的朋友 一个启示 那我就不知道 透过您过去的经历 对现今的中共本身的政权 对现今的中共的领导人 面对六四这件事情 您是否还抱有希望 无论是平反还是怎么样 我非常反对 用平反两个字 因为我就不能接受 说一个屠夫 来给被杀的人平反 这怎么可能呢 你不可能要求 櫃子手抱你平反 他们没有资格 他们面临的结果 除了认罪 那没有第二条路 在天安门屠杀这本书拿来之前 一个月之前 您推出了一个片子 小鬼头上的女人 您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您当时是有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懂得一点 法轮功在中国 在今天中共统治下 据说是不能碰的 谁碰谁死 有这么个说法 而您为什么敢有这样的勇气 把这样真实的一面拿出来呢 其实这个问题 都是非常简单 我是一个人 尤其是涉及到法轮功这一块 我也曾经多次告诉过我的一些朋友 他们也曾经劝告过我 说你不要碰法轮功 这个谁碰谁死 我说我就笑了 我说我不管他们是什么信仰 他首先他是一个人 其次他是一个女人 再其次 我们都是女人生的 我们能如果能够忍受这些事情的话 那你就不是一个人 你就不是一个女人生的人 那就是一个像孙悟空一样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 所谓的人 所以 其实我做的时候 我还是冒着风险 当然我有我的压力 说没有压力也是不可能 我也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也有我的压力 但是有一些事情 做了就做了 你不做 将来就会后悔 将来假如说 将来我有了孩子之后 我的孩子有一天会问我 说爸爸 在你们那个时代 你都干了什么 我就可以很骄傲的告诉他 爸爸就做了这些东西 无愧于我自己 我就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 坦荡荡的去做一件事情 没有什么隐瞒 我想任何人 任何一个政权 我们都毫不惧色 这就是真实的力量 这就是真相的力量 所以 我做 小骨头上的女人的时候 我的心情 是 有的时候是难过 难过是因为 我看到了 听到了他们的遭遇 这个愤怒 就是 在一个女子劳教所 一些女警察竟然 直接可以做一些 凌辱女人的事情 就比方说 这个女人 这个女警察拿着电影棍 点击女人的乳房 点击生殖器 插进一道里点击 往一道里管辣椒面 这些都是 这些受害者自己说的 我觉得 这能是一个人 能干出来的吗 这是一个女人 就干这样的事情 谁能接受 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 要集体沉默 我这点让我 非常遗憾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能够做一点事情 我就做一点事情 我也没有要推翻中共 也没有要颠覆这个政权 我仅仅是因为 我是一个人 我就是要做一点 人能够做的 应该做的一点事情 所以就在 就在我的那本 天安明屠杀的 编辑的这个书里面 我在我的编者的话里面 在最后的两句话 是这样说的 至爱 至恨 至痛 都要被看见 我们是人 其实我做的所有的东西 就是为了说一句话 我们是人 不是牲口 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那也替所有的年轻的朋友 向您表示致谢 更希望更多的朋友 能够透过您的这本书 知道更多事情的本来面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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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所有朋友 看过这段视频之后 都意识到一个问题 中国男人当中 爷们当中有一句话 为朋友两肋插刀 路见不平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这是中国男人 所推崇的一种概念 一种做人的理念 其实我自己 没有太多的评论 我觉得在今天的 中国社会当中 在利益与欲望 充实的环境当中 依然中国男人当中 有着真正的男人 表现出 中国男人传统文化当中的气节 就一句话 我是个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